难度警方近期连续侦破重大案件 县长许淑华之前在县府警察局长吴耀南的陪同下 与县府警察局六楼会议室 颁发普理分局刑仪分局破案奖励金 另外刑警大队办理警证署第一次全国戍枪专案工作成绩优异 也颁证奖励金 除了感谢警方的辛劳 也希望在执勤时能够注意自身的安全 今天特别到我们警察局向我们所有最辛苦的 我们警界的同仁来表达慰问 尤其也给他们颁发奖金 当然是大家也关注到最近的几个在南头县 比较重大的刑案的新闻 我们普理分局还有信义分局很快就侦破 带给民众更多的安心 另外在警政署要求的一些竖枪的专案当中 我们刑警大队也是非常的用心 所以成绩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我也代表我们县政府颁发奖金 来感谢他们在每一个分局当中 非常的用心努力 先远林如阳感谢远警的努力付出 近期侦破许多重大的案件 也期许警政署尽快的合拨人力 使分局及爬出所都能够确实发挥功能 让民众的生活安全无虞 在良好的治安环境中安居乐业 共同营造一具城市 感谢我们南投县警方的认真 在我们普理以及信义分局都分别破获了重大的刑案 并且在我们的竖枪工作当中 那也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成果 那其实南投警方不只在这些形式上面要协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及南投县 我们常常办理很多的活动 不管是在灯会 查博 南投县警方及金融机构 至112年8月成立联防群组期间 以合作主南民众招诈金额达新台币8455万余元 并在打击诈器集团及试诈宣导教育方面 获得内政部警政署平和全国遗嘱期限式特优单位 也期许未来警察同仁持续的努力 共同宣示防诈 守护鲜明的财产安全 记者 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